突然之间,一头紫黑色的虫子竟然是从高阴那残破的脑袋之中钻了出来 叶辰微微一愣,面色微变 那虫子的气息竟是与曾经他在镇神塔中接触过的那道魔魂极为相似 就在此刻,老苍的声音猛地从叶辰的脑海中响起到 叶小子,小心,这是天魔虫 此人已经被种魔了 种魔?那是什么? 老苍沉声道,那是一种天魔异族繁殖后代的方式 他们通过将本身孕育出的本源魔虫 种入其他种族的体内,来渐渐将此人转化为魔族 宿主被种入魔虫之后 短时间内,实力可能会飞速提升的 但在其实力提升的同时 大脑乃至内脏也会被那天魔虫蚕食殆尽 被寄宿者往往都会变得失去理智 无比狂暴,无比放纵内心的欲望 同时也完全丧失了痛绝 做事已是根本不顾后果 而最后也是最恐怖的 一旦这天魔虫发育成熟 便会将寄宿者的躯体彻底吞噬 真正变化为天魔虫生的 而且在其宿主原有实力的基础之上 重生之后,其力量还会暴涨的 就连老苍说完之后都是一阵发寒 好在种魔需要本人同意才能成功的 否则,上古时候 域外天魔靠着这种魔的手段 便足以兵不血刃地战胜人类了 这种繁殖方式太惊悚 而这样一来 高音之前的种种异常行为 都可以解释得通了 同时这也是万法宗 与魔族勾结最好的证据 果然 下一刻那天魔虫 开始疯狂地吞噬起高音的残躯 整个身体也在飞速地膨胀着 夜沉的面色也是瞬间难看起来 这天魔虫分明是要发育为天魔了 那高音使用秘书的状态 就已经几乎与夜沉使均力敌了 若是其化为天魔 其实力再次暴涨的话 就连夜沉也没有把握 能够战胜着天魔的呀 当即夜沉大喝一声 浑身俱力狂涌 朝着那天魔虫疯狂连斩 一件一件又一件 夜沉一刻不停地狂斩着 他绝不能让这天魔虫化为天魔诞生于世 轰隆之声不断 树剑过后 夜沉浑身汗如雨下 剧烈地喘息着 整个大地都被夜沉的剑芒 斩出了无数深邃裂痕 而原本天魔虫与高音所在的位置 已经彻底化为了一个深不见底的深坑 此时深坑之中一片死寂 以丝一毫的动静都没有的样子 夜沉站在深坑边缘凝视着坑洞之中的黑暗 面色无比沉宁 那天魔虫被泯灭了吗 终于 敢在其化为天魔的前一刻将其斩杀了吗 夜沉驻足原地 足足半刻钟的时间 坑洞底部依然没有发出丝毫动静 他表情微微放松了一分 不过却没有离开的意思 他必须进入坑底 确定那天魔虫真的已经死了 才能放心 可就在此时异变突生 一道黑影以极快的速度从坑洞之中冲出 同时狠狠一拳砸在夜沉的脸上 夜沉面色狂变 身形一闪 比开那一拳的同时 手中长剑狠狠朝着对方斩去 轰隆一声巨响 那一拳的速度实在太快 即使以夜沉的身法都无法完全闪过 虽然这一拳没有砸到夜沉脸上 但却是落在了肩头 夜沉浑身肌肉一僵 一股惊悚至极 甚至完全不在自己之下的距离 伴随着滚滚魔气汹涌而出 直接将夜沉的身躯 轰击地倒飞而出 血无暴散 夜沉的身躯宛若炮弹一般 连续撞塌了数座黑石大山 才停止了倒飞 此时他的肩膀已经是骨肉爆碎 无数鲜血遍布 刚才他甚至来不及激活 齿身神脉 关键的力量也太恐怖了吧 夜沉面现骇然之色 这还是他在天妖之体的状态之下 竟然被对方随手一拳就伤成了这样 不过好在以夜沉那超乎极致的生命力 手上的肩膀正在快速地重新生长出新的骨骼 血肉也飞速地愈合着 远处一道黑紫色的身影出现在夜沉的视野之中 这怪物浑身黑紫色的皮肤身形略微勾搂着 手臂极长 几乎就要垂在了地上 手臂之上生长着人头大小的锐利爪子 最为诡异的是 其头颅之上赫然长着一张类似人类的面孔 那是高阴的面孔 此时 高阴面庞之上正浮现出极为冰冷的神色 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腰迹 那里被夜沉斩出了一道伤口 宛若浓液一般的紫黑色血液滚滚流淌而出 而此刻那伤口正在缓缓地蠕动着 愈合着 夜沉瞳孔一缩 好强的生命力 那可是他斩出的一剑 虽然是仓促而出的一剑 可同样拥有恐怖剧力 恐怖剑意的一剑 对方硬扛之 竟然还是只能造成这种程度的伤害 而且还能愈合 此等生命力都可以与自己相提并论了吧 夜沉的心都几乎要沉入谷底了 这天魔太变态 如今他与高阴的立场仿佛倒过来了一般 现在 他靠着天妖肢体和赤尘神脉的增强 还能够与这天魔一战 可若是他达到极限 无法再施展天妖肢体的时候 还没有战胜对方呢 那时候自己恐怕会被这天魔杀死吧 想到这里夜沉狠狠地一咬牙 身形一动 直接站起身来 不顾自己的肩膀还没有彻底恢复 狂吼一声 便朝着那天魔急速冲去 不能拖 不论付出多大的代价 都必须在无法维持天妖肢体前 将这天魔斩杀 这时 高阴轻蔑地扫了一眼夜沉 竟是以这恐怖的姿态 口吐人言道 怎么 要拼命了 不是说我一只脚 已经踏入了墓地吗 夜沉神色一变 难道这高阴还没有死 而且看起来 好像完全恢复了理智的样子 老沧再次开口道 小子 别被他迷惑了 天魔虫能够继承宿主的记忆 他只是在伪装人类而已 夜沉点点头 不管眼前这怪物是高阴还是天魔 对他都没有区别 他要做的只是将其灭杀 彻彻底底地灭杀 可就在夜沉即将冲到那天魔身前之际 对方那双宛弱动物一般的宛曲双足 竟是肌肉一股 狠狠发力 身形朝着后方飞掠而去 夜沉见状又是一惊 这怪物竟然避战 这一下夜沉的面色彻底沉宁下来 这天魔太狡猾 太聪明 高阴冲着夜沉冷笑道 你那种状态维持不了太久吧 不知道你恢复原本状态以后 还有一丝丝的可能杀死本公子吗 夜沉爆喝一声 一剑朝着高阴斩去 剑芒肆虐 宛若闪电一般 几乎瞬息之间 便到达了这刚刚诞生的天魔的身前 那天魔深紫色的眼眸一凝 手腕翻转 一柄金色长剑出现在其手中 滚滚魔器汹涌 转瞬间便将那金色长剑 腐化为了漆黑之色 下一刻 高阴抬手一剑 狠狠朝着夜沉斩来的剑芒击去 一道漆黑烈阳 在无声之地中升起 轰隆一声爆响 天魔那恐怖身躯之上 浮现出道道伤痕 紫黑血液狂流 但他嘴角的冷笑 却更加浓郁了一分 这种程度的伤害 他完全可以承受得住 也就是说如此消耗下去 最先无法维持天妖之体的 必然是夜沉 到时候 这人族废物 就连一丝丝翻盘的可能都没有了吧 在这天魔看来 夜沉可以说是阻止域外魔族 入侵神国的唯一希望了 只要夜沉一死 这神国就是他们的囊中之物 天魔 虽然都是生性残暴 狠利的生物 但更可怕的是 这邪恶的生物 同时也是无比狡诈 智慧 面对夜沉 他不会给对方一丝一毫的机会 所以他绝不会与夜沉正面交手 该死 夜沉怒骂一声 渐渐焦急了起来 以这天魔的肉身强悍程度 只有近身交战 将自己的力量完全发挥 才有杀死他的机会啊 现在该怎么办 随着时间的流逝 夜沉能感觉到自己的天妖之体越来越难以维持了 丹田的灵力也在急速流逝 夜沉的大脑飞速地运转着 一边接连灰剑攻击着高音 一边思考着对策 到底要怎么做才能战胜着天魔 这天魔简直无懈可击的 不仅生命力力量等方面大大提升 就连高音的武技甚至武道意境都无比完美地继承了 不只是高音的武道 渐渐地夜沉发现 似乎随着出手的次数越来越多 就连那曾经在阵神塔之中 与夜沉战斗过的天魔分魂所拥有的魔族武道的影子 都出现在了这天魔身上 他竟然在不断地进化 变强着 夜沉原本还想以真武之意将其击败 毕竟这天魔就算再强 在武道上应该也相当于心生儿一般 可是夜沉想错了 那天魔脸上始终带着杀意的笑意 不急不缓地他有的是时间 不是吗 现在着急的是夜沉才对